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2021年大家過程怎樣呢? 對我來說是很感恩、很忙、很充實 但同時也是很辛苦、很崩潰的一年 大家說得沒錯,人是有喜有樂的 不可能全程保持著正能量不跌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拍一條影片 回顧一下2021年我在Youtube的小心情小經歷 亦都是給若干年的自己 如果還有Youtube的話,看回應該挺有趣的 當時的想法是這樣的 如果大家都不介意跟我一起聊聊天 回顧一下我2021年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Fight Up時間了 首先說一些開心的心情 很感恩,今年我的頻道繼續穩健地成長 不容易也不是理所當然的 有人喜歡你就會有人不喜歡你 所以大家對我的支持 每一個訂閱、每一個讚、每一個留言 我都是非常之珍惜 是我拍片最大的動力 反而對於一些數字 我不是很敏感、很在意 觀看次數對我來說 就是大家的喜愛程度參考指標 有什麼題材、有什麼生活 大家想知道多一點的話 我就可以拍多一點 然後每個星期和大家見面 好像朋友一樣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的樣子、你們的聲音 但是有時候你們經常留言的話 我會認得你們的網名 在街上見到我 不妨跟我打個招呼 讓我可以把你們的網名和樣子 聯繫在一起 我們的關係就可以更加密切 然後另一樣很感恩的東西 就是今年因為Youtube 我認識了很多聊得來 令我很有啟發性的朋友 雖然可能是吃一頓飯的時間 相處得不多 但是他們都令我很獲益良多 有其他的Youtuber 有一些店主 之後會合作的單位 我也覺得他們是令我更加成長了 也有一件很感恩的東西 就是我自己的堅持 一個星期兩至三條片 One Man Band真的很辛苦 不容易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可以做到 但是只知道不可以斷架 一斷就會有無限的藉口 繼續斷下去 繼續冷凍下去 所以今年 我想除了有一至兩個星期 是不舒服到拍不到影片之外 我是如常星期六日都會見到大家 另一樣堅持的東西 就是減肥 又是不知為什麼會成功 我只是心裡有團火 很想告訴大家 不需要用很多坊間的產品 或者用很多錢都做得到 希望讓大家更有動力 可以一起做這件事 不要自暴自棄 覺得別人可以自己不行 原來自己做得到的時候 你們都一定可以 當然還要感恩 今天我有不覺金城堡西貢吳延祖 就是我男朋友的支持和體諒 拍片剪片的而且確犧牲了很多私人時間 首當其衝就是我們兩個的拍拖獨處空間 除了星期六日 我們永遠都是長洲和Chopper一起過 還要留時間去拍片 平日可能一個星期一天六點半至八點半 吃完飯就要回去放狗和剪片 很多時候他都是自得其樂 不會影響我的生活節奏 我覺得好像有拍拖和沒有拍拖差不多 是很感恩他沒有埋怨我 我們也沒有為這件事叫過交 今年我們很厲害 一場交都沒有喊過 因為我沒有時間 最近他想看蜘蛛盒 我都還未接到這三個小時 奢侈的三個小時去陪他 所以接下來這一年 我希望自己時間管理可以再做得好些 陪他多些 做回一個女朋友的責任 盡回本分 我會做到的 你相信我 也很感謝他家人 我家人的支持 其實我父母是沒有看過我的影片 反而是我男朋友的媽媽 經常都支持我 我愛你啊伯母 不過今年 我是很生氣自己的 就是關於refill IG 去年言之作作說要開一個IG 想著這麼多產品 影片拍不完都好 可以用圖文的形式 和大家分享我的用後感 但是這件事 最後可以說是 開死腹中 停滯不遲 沒有再更新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太高估自己了 開之前我參考了很多refill IG 看到別人的排班很漂亮 內容很充實 相片拍得很漂亮 想著朝這個方向發展 小想不到一個post 是要花很長的時間 半日至一日去砌 絕對不誇張 當我用了很多心血在Youtube的時候 是很難分心去再經營到一個 這麼美麗美麗的IG 所以我真的覺得 對大家不住 也很生氣自己 為什麼可以答應了 又做不到 今年我想著重新出發 拋開這些執著 不要美感 純粹拿出初心 想跟大家分享 用簡單的文字 說一下我對產品的用後感 亦都不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 不要規定哪一天要出post 很隨心 大家不要介意 可能那些照片的背景 沒有組裝得那麼漂亮 那些排版沒有那麼一致 然後純粹是 希望能給大家的參考價值 我要堅持到 要努力去做這件事 就是我今年的目標 好了 等我補一點點唇膏 就跟大家分享 一樣 今年我覺得很辛苦 亦都很崩潰的一件事 大家在鏡頭面前 看到我很開心 很樂觀 很正能量 是真的我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秘密 我是沒有在鏡頭前面 公開跟大家說過 是今年 尤其是下半年 我懷疑自己有焦慮症 亦都是有想過尋求專業的協助 是因為Youtube 亦都是因為拍片 不是說一些hater 或者負面的評語 我都說的 有人喜歡就會有人不喜歡 所以我沒有權去阻止你 不喜歡我 你亦都有權去不喜歡我 這件事我是看得很開 但是反而就是一個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在拍片之前 開機之前 我會心跳得很快 會手震 你看到現在拍片的時候 我都是控制不到的 會出很多手汗 然後會呼吸不相信 要呼吸大氣 才可以令到自己冷靜下來 原因 我覺得是因為現在拍片 我對於自己的執著高了 一個內容 然後表達方式 咬字 雖然都是很差的 但是呢 希望可以再做好一點給大家 久而久之 我就會不停地NG 一NG就會緊張 一緊張 又會口齒不清 無限循迴底下 我就要拍很久 我想一條片要拍三四個小時 都是很正常 為什麼到最後 我又沒有特意去看醫生呢 就是因為一關機 一說拜拜 一完了 我又放鬆了 我又開心又沒事的 直至到下次再開機 我才會再有這個情緒 有這個症狀出現 另一樣令我大壓力的東西 就是關於想題材 其實在2019至2020年的時候 我是很迷惘的 本身是很喜歡化妝品 很喜歡護膚品 也都覺得自己在這個年紀 作為一個凡人來說 技巧不錯的 但是呢 當你多拍幾次 來來去去都差不多 又不是仿妝派 又不是專業人士的時候 就會覺得 我拍都拍到悶了 何況你們看 真的沒有這麼多資金 不停去買這麼多新的產品 每一條片來去去都是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都不好意思再拍 所以你會發現 在2020年的後半期 直到今年 我都嘗試了很多新的題材 未必是大家很喜歡看 我還在摸索 但是呢 是比較開心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生活 周邊的所有東西 不僅在美妝 在護膚方面 當然啦 這個都會是我的主軸來的 不一定要美女才拍美妝 很多的觀眾告訴我 原來是因為我的膚色 不是標準白白滑滑的人 而是一個正常 在街上看到 不會反過來看的人 去分享的時候 是會有一種親切感的 你們給了很大的 強心針我 對於這個panic 對於這個焦慮 我會慢慢去調節 大家如果有方法 你們都試過的話 都可以跟我分享 到最後 不如分享一下 今年的忙碌 大家有目共睹 今年真的多了很多 合作機會 是非常之感恩 作為一個拍片的人 其實有這一類型的合作 有這一類型的機會 是自我肯定來的 一些你喜歡的牌子 他們覺得你有價值 他們覺得你適合的形象 去介紹產品給你的觀眾的時候 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但是 當然 作為一個YouTube的忠實觀眾 我都不想看到自己看的YouTuber 一是不拍片 一拍 全部都是合作和廣告 好像工作一樣 好像手掌眼見功夫 如果不是有人找你合作 你就不會再拍片的感覺 我就不想做到這件事出來 所以 你會發現 如果有合作影片 亦都合作物那一陣子 我是一個星期出三條影片 逼到自己 進去一個死胡同 很希望我的合作影片 對大家來說 都是多一種選擇 而不是剝削 如果你對產品有興趣的話 才去看 如果不是 我都會有其他的內容 給大家去做娛樂 很多人都會覺得 拍廣告一定要讚 別人要你說什麼就什麼 你一定是收了錢才去拍 真的 如果你都覺得我收了錢 我不收 去拍就很虧 但是 我也是一個挺有原則的人 你看到我接的合作 一定往往被我推走了 是少很多 如果我今年全部都接完的話 我想我都發了答 當然啦 不是真的那麼好賺 我不是說要洗白 或者跟大家說 你要接受我的合作影片 接受我拍廣告 只不過呢 我可以很坦白告訴大家 這個是營運基金來的 如果我不接這些廣告的時候 我又怎樣可以拍多些 買多些其他的東西 你們有時候有興趣 跟我說 我又真的買回來 再review給你們的時候 需要資金的 所以 很有趣 我有些朋友今年 跟我說 很想拍youtube 很想試一下 你有什麼意見 他們頭三個問題 一定會有一個 什麼時候開始有收入 但是 當你成為了一個拍片的人 有收入 可能 你的觀眾又會覺得 為什麼你會變成有拍廣告 大家要記住 因為你們的支持 而令我變得有價值 一切的分享 都是來自我的真心 有些品牌 需要一些假的資訊的時候 我都不會妥協的 你們放心吧 好 來到最後 還有一樣小心情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 我終於想通了一件事 就是重量不重則 以前我是很執著於 影片剪接很差 拍攝技巧很簡陋 然後那些特效 又很小學雞 別人那些 影片不斷進步的時候 我好像 是 原地踏步 但是 我自己有檢討過 有想過 如果要有多一點進步 影片可能層次豐富多一點 我花的時間是很多 有機會一個星期 只會出到一段影片 對於自己作為觀眾的時候 我反而是想看到更多的分享 更加豐富的內容 而沒有那麼著重於特效 大家應該不介意的 看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是一個無故後期自學的人 沒有任何的基礎 也沒有出去學過 以前學校是沒有教過這些東西的 我還在用HTML做網頁的年代 去到現在這個地步 已經覺得很厲害了 希望今天這個分享 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今年除了很開心 有大家支持的感恩之外 我都有很多自己的混亂 自己的糾纏 希望接下來的一年 所有事情都可以解決到 重回一個正軌 我們繼續一起進步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再說下去的話可以聊通宵 還有這條影片其實我第二次拍的 第一次我覺得組織得不好 拍了四個小時 這條影片完全用不到 現在再來一次 我都覺得自己是語無倫次的 不過好些掛應該有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是六更三更 和逢是日更十二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大家新年快樂 Bye Bye 還有一件事 雖然現在已經拍完影片 輕鬆了 我又回來 但我雙腳還沒回來 很方便 經常盤室移座 這麼久 要等血氣運行 腳的鼻子 要起來 都要一段時間 這些小細節 我從來都沒有告訴大家 我覺得 沒必要去知道 但我覺得這條影片 可以分享多些 原來拍攝的背後 有這麼多好笑的事情發生 所以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拍YouTube的話 問我的建議 就真的要有熱誠 這是你的興趣 而且你要知道 付出和你的收穫 不一定成為正比 但只要你有這個決心 勇往直前 將它盡量做到 你自己給到最好的東西出來 我相信一個真誠 大家是會感受得到的 好了 我應該差不多 可以起到新的了 那我們再見